以下是2024年5月世界各地发生的事 赖清德总统在旧局演说上 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中国随即发动惩罚性的围台军演 伊朗强硬派总统和外交部长搭乘的直升机坠毁 计上人员全数罹难 劣质敦斯登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 乔治亚民众举行大规模抗议 反对仿照俄罗斯用来打压反对派的境外影响立法案 香港政府对反送中歌曲《怨荣光归香港》发布禁令 并且在六四天安门事件纪念日前一周 逮捕了6名在社群媒体上发生的摄影人士 另外有14名试图参加2020年选举的民主摄影人士 被依国安法判刑 英国首相苏纳克宣布提前举行国会大选 现场英语绵绵还响起在野党代表歌曲 就连民调都显示政局可能也会变天 巴布亚牛津内亚发生大规模山崩 超过2000人被红埋 而阿富汗和巴西南部都受到洪水的侵袭 已有数百人罹难 回到台湾 立法院因国会改革法案爆发肢体冲突 随后民众发起轻鸟行动 万人齐聚立法院外抗议 德国籍右翼政治人物表示 并非所有纳粹党新卫队成员都是罪犯 言论一出引发巨大争议 教宗方济各封之为遗骨的意大利电脑天才 为天主教会第一位迁徙时代上任 这位因冒犯君主罪被监听的泰国生日人士 在绝食抗议数月后心脏骤停于日中身亡 日本传奇名音道士台诚本尊抗癌后离世 德年18岁 卢保罗冠军尼菲亚率领电装家族在走投赋场天表演 接受时任走投蔡英文接见 追踪almost看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 感谢观看